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范城中真 今天指數小幅度的量縮震盪 那我相信只要你稍微有一點股票市場的基礎 你就會了解到這個時間點絕對撐不上是多頭格局 以現階段來講 加全指數它就是在低檔震盪打底 反覆去打底 反覆去測試 它絕對撐不上多頭行情 所以其實你目前的擔憂 你目前的擔心 這些全部都是正確的 包含說指數會不會反彈到壓力點 打第二隻腳 包含說會不會又受到國際因素 出現大幅度的震盪 這些擔憂 這些疑慮 全部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這個時間也不是說不能買股票 只是說你目前去買 就像昨天講的 我們買金的標的除了要漲勢夠強 另外一項重點 它要能夠對抗大環境 它要能夠不受大環境的影響 才是你現在要去買的股票 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漲勢強 這是基本 基本就是漲勢一定要強 那再來 要看到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它一定要能夠去無視大盤 無視大環境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不論說以籌碼面來看 還是以技術面來看 或是說以總經的角度來看 接下來都會有層層的壓力 來你去看 我們就先看籌碼面 這是加權指數的價量結構圖 那長條狀就代表說每一個位階 它的成交量 也代表說是壓力點 好 那今天收盤價是14,694點 往上去看的話 接下來有14,800點的壓力 這是第一個 接下來還會有五千 一萬五千一百點 一萬五千三 一萬五千六 一萬六千點 足足有五大關卡價 而且它的平均間隔 都是兩百到三百點左右而已 等於是說在接下來的行情 反貪結束 它能有機會再繼續往上走 沒有錯 但是它會呈現說 遇到壓力點 它會需要震盪 需要拉回 消化賣壓之後 再繼續往上攻 所以等於是說接下來預計會呈現一個 震盪走高或是大區間震盪的格局 你去看這個位置 來今天距離下一個壓力點 14,800點 你說要直接站上去 絕對是不可能 上面光是籌碼面的問題 就會需要花時間去做震盪 最好的狀況就是震盪 以盤代跌 以盤代跌去消化前高的賣壓 再繼續往上攻 這是最好的狀況 那最壞的狀況當然就是 可能會去打第二隻腳 可能會再回撤 所以你需要把這些問題全部都考量進去 再去買股票 所以為什麼從上週我就一直強調 這個時間點股票不用多 你不是需要更多再更多的標股 而是需要一檔 就一檔就好 一檔能夠無視大環境 能夠無視大盤震盪的個股 這才是重點 好 那這是籌碼面的問題 這個位置是籌碼面的問題 那再來 總金面的問題這裡 來 我帶各位看 這是今天7月19號嘛 7月19號我們就往後看四個禮拜就好 往後看四個禮拜 接下來 下週二 7月26號有消費者信心指數要公布 接下來 7月28號最重要的聯準會的利率會議結果要公布 升級3碼或4碼 接下來一直到8月 8月的第一週 8月3號有小飛農 接下來 8月5號有正式的飛農就業數據 接下來 8月10號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8月11號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所以其實我們先撇開籌碼面的問題來看 包含像是外在的經濟因素 總金的因素 它也有非常多會去影響到台股的數據 等於是說你去把籌碼面的壓力點 跟接下來要公布的經濟數據去做結合 那整個加權指數接下來會呈現 三天一小震 五天一大震這樣子的格局 所以在現階段選股 漲勢夠強 短線反彈力道夠強 絕對不是唯一的選股方向 而是要說漲勢強這是基本 除了漲勢強 它還要能夠對抗大盤 對抗接下來即將要公布的經濟數據 你說8月份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會好到哪裡去 我認為還有可能再繼續創高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買股票 一定要把這些問題全部考量進去才去買 所以為什麼說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堅持只鎖定 唯一鎖定不受大環境影響的股票 你才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大買 所以台股在這個時間點 是目前的格局 絕對不是說閉著眼睛就買進去 它就是平步輕允直接往上走 絕對不是這樣 我知道說很多人會說 這個時間點台股是無後顧之憂 股完接近進場 完全沒有任何的風險存在 絕對不是這樣 大家的想法一定都是說 接下來會擔心 可能在打第二隻腳 可能遇到月線反壓 記憶線反壓會出現震盪 這些憂慮全部都是正確的 所以我就是直接把這些憂慮先避開 你去看 包含像是工業電腦 安晴 3479的安晴 3479的安晴上週佈局 上週有講 跟元泰合作電子指 跟法商合作數位醫療 它本身的題材就不錯 又加上數字也漂亮 年增大約是一倍 上週佈局昨天漲5% 今天再繼續漲 它也是無視大盤 繼續往上攻 最高來到66元 上週買一直到今天 高低價差也是將近10%左右 你去想 接下來指數可能會遇到震盪的壓力 如果去看個股籌碼 就代表說 它一定是需要轉強後的過高 它才不會有籌碼面的問題 再來是經濟數據 如果說聯準會接下來升息 不論說三碼也好四碼也好 它會讓市場的資金減少 再來消費者物價指數如果公布出來 真的說非常非常高 首當其衝的也是一些消費性電子 反觀像是這些 因為工業電腦它本身就跟大環境比較脫鉤一點 所以不論說大環境怎麼變動 甚至說電子業 缺掉了電子業供過於求的問題 怎麼樣的擴大 對它來講都沒差 而且以IPC來講 因為它在去年受缺料的影響 去年獲利不好 反而是到今年倒吃甘蔗 所以不論說是籌碼面 不論說是外賞的總金面 它都不受影響 這才是現在能夠買的股票 否則我敢保證在這個時間點 你去買股票 你一定會非常擔心 什麼時候大盤會震盪 什麼時候會打第二支叫 接下來要公布的聯準會利率結果 是三碼還是四碼 那你去看 以指數來講 每隔兩到三百點 它就會遇到新的壓力點 那以外在的總金環境來講 每一週平均都有 一到兩項經濟數據要公布 總不可能說每次遇到經濟數據 遇到壓力點 你就去賣股票 就去賣股票 永遠賣不完 所以一定是去挑選說 跟這些大環境 跟不會有籌碼問題 不會跟大環境連動太高的個股 它的操作空間才會夠大 所以你看 因為說它並不是整個IPC 整個工業電腦 它並不是說跌升後的反彈 它是強勢整理後的再大漲 再上漲 所以這樣子的格局 第一它不會有籌碼面的問題 那當大盤在修正前方的 套牢賣壓 消化前方的套牢賣壓 它不會跟著修正 籌碼優勢 那再來 去年沒有因為疫情的獲利爆發 它也沒有太大的下修空間 那工業電腦本身 它就不跟大環境 所以不論說經濟數據怎麼公布 跟它也沒關係 就是用這樣子的邏輯 所以為什麼我會強調說 在這個時間點 你不需要說 更多再更多的標股 不需要說一大堆的標股 你只需要一檔 能夠不受大盤影響的標股 你敢去大買 敢去續報 敢去加大部位 這樣子的股票一檔就夠 因為我相信在這個時間點 你光是稍微去看一下 看一下美元跟新台幣的關係 你會知道目前的大環境跟資金面 不是說很好 好啦就算說你不懂總金 不懂整個貨幣面資金面 你光是看技術形態 你也會知道 上方有月線季線年線 它不存在V型反准的條件 不存在V型反准的條件也代表說 它一定會震盪之後再往上攻 這是最好的情況 那也有可能遇到壓力點再打第二隻腳 所以唯一有說不受大盤影響 不受大環境的股票 這個時間點你才敢去大買 你才能去加大部位 這就是我在這個時間點最重要的訴求 所以安晴漲上來之後 還有另外一檔 上週有買兩檔 第一檔就是安晴 3479 上週佈局完 昨天5% 今天再繼續漲 66元 那再來 還有另外一檔 新的IPC黑馬股 今天也是拉尾盤 上漲了3% 也是無視大盤 又在創下 短線上的新高 那其實IPC裡面還是有分 因為說以整個工業電腦來講 台廠多數它的獲利都是 它的營收占比都是在美國跟歐洲 好 那接下來你說工業電腦裡面 誰會最強的是 它的關鍵就是在它的營收結構的占比 你說為什麼當時我們有講過嗎 以傳統車用零組件來講 AM市場跟OEM市場 短線AM強 中長線OEM強 所以你可以發現 最一開始上漲的是東洋地保這些 那接下來到了6月底 最強的就是湖連 這就是一個聯動的順序 好 那當然說IPC工業電腦也是一樣 工業電腦它有分它的產區 那以目前來講 其實在下半年 那獲利比較好的訂單比較爆發的是在美國地區 所以一定要說這一檔工業電腦 它的營收結構比較大的占比是在美國 它的空間才會大 那再來因為說比較多的台廠來講 大部分的營收占比是歐美 美國跟歐洲 那因為說歐元近期貶值的幅度比較大 所以它會有匯兌的壓力 所以在工業電腦裡面 在接下來會最強勢的一定是美國占比高 那歐洲占比比較低一點點 這類型的工業電腦它的空間才會大 那這一檔就符合 新IPC的黑馬股 所以如果錯過安晴 還有這一檔可以賣 而且這一檔它有比較獨立的題材 就是說 它的子公司即將要掛牌 有機會掛牌 有機會在下半年掛牌 只要掛牌上去之後 對於它營收貢獻很有幫助 那對於它整體的股價 也會拉高它的空間 所以這一檔是在接下來布局重點 那當然升起也是一樣 升級也是相同的概念 因為說升級第一它沒有籌碼的問題 第二它本來就不會受大環境影響 4162的自行 它就是一個大藥的指標 它是大藥 這個位置佈局 85上下佈局之後 7月11號 7月11號一根漲停板 94.9 7月13號再創高 最高來到97.8 7月15號上週我小幅度的震盪 那我說它的資金很快就會轉過來 今天一度再漲了5%最高來到98.4 這一段足足也是15%左右 它也是完全無視於大盤 就是這樣直接漲15%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很重要的一點 你說一檔股票漲勢強 這是基本 這本來就是要 它本來就是它的必須的條件 漲勢強 那再來要能夠無視接下來大盤可能會面對到的風險 你才敢去大買 否則我相信現在八成的投資人想法一定都是一樣 應該說你只要稍微有一點股票市場的嘗試 你都會知道 目前叫做空投格局 空投格局主體的階段它絕對會震盪 會震盪就代表說有一些股票 它反彈到某個特定的位置 它會開始比較弱 所以一定要把這項因素考量進去 你就可以放手的去買股票 416的事情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它這段佈局無視大盤往上拉98.4 這一段15% 那因為說它要去挑戰百元的關卡價 所以會稍微震盪休息 整體格局還是非常健康 那當然說其實它在6月份的一些 第一批的強勢生計股 只要轉強 我們一樣會在第一時間下去做切入 包含益德啦 包含藥花藥啦 包含寶瑞 這些全部都是 泰福也是 在等到它 在等待它一個轉強的時間點 太早買沒意義 一定是等轉強再去做切入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不需要更多再更多的標股 你只需要買進一檔 剩下的全部都是機會成本 你唯一需要的是一檔 不受大盤影響的標股 那我們目前鎖定的標的 也是唯一鎖定 不受大環境影響 可以讓你無後顧之憂大買的股票 網通生計IPC 全新的黑馬股 本週一樣會在持續進場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想跟上下一檔的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所以這台股票市場 那我覺得說 震盪難免 那你要去做的是 把接下來可能會出現到的風險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先提前去把它避開 就像是六月份 六月初當時非常多股票 也都很強勢 但是我們偏偏只鎖定 傳統車用零組件跟生計股 因為當時我們在五月份就有講過 台股它有在破底的危險 所以我們就去挑選 跟台股連動性最低的 傳統車用跟生計 那過了一個月 那事實也證明 大盤跌了2000點 傳統車用跟生計 它是逆勢在上漲 而且漲勢還很強 所以這個時間點也是一樣 它就是一個空投格局裡面的 震盪主體階段 既然是震盪主體階段 大家都懂 它一定會拉回 一定會震盪 你把這項移速考量進去 你就可以放膽的去買股票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er跟Telegram IT都是WE178 WE178 前面借了幾家小老鼠 這兩大平台非常的重要 會告訴你說 股市目前真正的樣貌是怎麼樣 那會告訴你說適合的策略 跟適合的個股是怎麼回事 是屬於哪些 那如果覺得說在這個時間點 操作難度非常高 怎麼做都不太順 裡面全部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所以在接下來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就是在這裡 籌碼面來講 這幾個點位就是最大的關卡價 14800 15100 15300 15600 16000點 那只要指數遇到這些關卡價 它一定會需要震盪 它需要震盪去消化前高的賣壓 才有機會再往上攻 震盪是最好的狀況 最壞的狀況 可能它會打第二隻腳 可能會稍微的拉回 消化賣壓再繼續往上攻 所以你光是看這一張表 價量結構圖 你就會知道 目前的台股 它是層層壓力 好 這些是實質的賣壓 那如果說不是實質的賣壓 就是外債的因素 外債因素就是這一張 你自己去比較一下 這是從今天 7月19 接下來有1 2 3 4 5 6 至少6個 在接下來4週內 會有6項數據要公佈 這6項數據 都是對於台股跟新台幣 很重要的數據 可能一公佈 台幣就大貶值 或大升值 都是有可能 所以與其要說 好遇到壓力點我去賣股票 或者說遇到什麼樣的數據 要公佈我去賣股票 與其要這樣子操作 倒不如就是提前去避開 去挑選跟這些問題 完全不相關的股票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你說遇到壓力點要去賣 那遇到總金 遇到一些經濟數據要公佈 提前去賣 這樣永遠賣不完 所以就像生計 生計它本來就是不受經濟影響 那網通跟IPC 它本來就沒有太大的下修空間 因為它就是轉機股 轉機股它能下修到哪裡去 那沒有空間 資金自然會買過去 就是用這樣子的邏輯 所以包含像網通也是 5388的中壘 上週這一根轉牆 這一根轉牆確定轉牆之後 往下拉就是轉牆後來買一點 買進去之後隔一天漲停板 就是跌入 今天小幅度的震盪 整理格局還是偏低 它還有向上的空間 只是網通的股性不好 所以要去操作網通的話 不建議去買大型的龍頭股 二線跟三線的 它的空間反而會比較大 那以網通族群來講 我們在上半年超出的就是神准 最強的一檔是神准 那如果說以下半年來講 就是這一檔 網通的黑馬股 昨天也是拉尾盤 今天持續在上漲 今天持續上漲 那之所以會說這一檔 它會是下半年的網通黑馬股 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整個網通廠 它有取得料的順序 那如果說上半年 拿料的優先順序 是大型的網通龍頭 致翼致邦 那下半年就輪到二線跟三線 那因為說他們拿到料的順序比較晚 那也代表說它的營收壓得比較後面一點 等於是說它的滿足率 一直到今年下半年才有比較顯出的提升 那一直到下半年才比較顯出的提升 就代表說它的獲利已經被壓縮到了第三劑加第四劑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它全年的數字不變 但是它主要的爆發期 會落在第三劑到第四劑 那這個營收曲線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那股價自然會比較強 所以這一檔 一樣有機會 網通龍黑馬股 它可以先去比價中壘 因為它的獲利跟中壘差不多 股價卻差了三到四成左右 那比價完中壘之後 如果去看智邦當標竿的話 它的空間至少還有大約是三到五成左右的空間 所以其實長期以來 那在股票市場我的邏輯很簡單 中心的思想很簡單 股票市場大家的目的 唯一的目的都是賺錢 既然是要賺錢 只需要鎖定單一產業單一個股就夠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的嘛 大家的資金都只有一套 只有一套資金要把它的效率發揮到最大 要賺到最多 只需要買進一檔股票就好 你說一千檔股票 在同一段行情中 它都有上漲三成的實力 但是你要把你同一套的資金 效益發揮到最大 也是買進一檔就夠了 把它全部買進一檔 拉上去 它就可以讓資金的效率發揮到最大 那剩下的999檔 全部都是機會成本 這是我長期以來在強調的邏輯 就是說在股票市場 其實看的一定是說最後交割戶的數字怎麼樣 那如果是要把交割戶的數字往上提升 就是一檔 一檔就足以讓整個資金的使用率到最高 所以這個時間 大盤震盪足底 接下來會有充滿的風險 跟總經面經濟數據的風險 你不需要更多再更多的標股 你唯一需要的是一檔 不受大盤影響的標股 可以讓你去大買 可以讓你去趕爆 趕壓的股票 才是目前你需要的 否則可能說遇到壓力點 你又需要去賣股票 那接下來下週有消費者信心 信心指數要公佈 再來聯準會最大的一件事 它的利率會議下週四要公佈 所以等於是說 你要去把這些籌碼的問題 總經的問題去避開 永遠避不完 那倒不如就是直接去 挑選脫鉤的股票 所以包含像是工業電腦也是 3479的安晴 上週佈局完 昨天漲半根 今天再繼續漲66元 這一段也是將近是10%左右 那還有這一檔可以去佈局 它的邏輯也像剛剛所講的一樣 工業電腦要挑強的 一定要去挑選 在美國的營收比重夠高的股票 因為它的爆發力才會夠 它的商機才會大 那這一檔也是 除了說它在美國的比重夠高 最重要的是 它旗下的子公司下半年 有機會掛牌 掛牌上去 它股價的空間自然就會被拉出來 所以接下來鎖定的重點 如果說你是擔憂說 台股會震盪會拉回 會打第二隻腳 會有籌碼面的問題 那你可以放心 我們挑選的股票 全部都不會有這類的問題 所以我們唯一鎖定的標的 生計網通IPC 唯一鎖定不受大環境影響的股票 讓你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大買 你只需要一檔不受大盤影響的標股 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想跟上下一檔的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下集見 7 5 7 7 8